那我想问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自己的身世的 是前几年的时候吧 前几年也就是你知道身世时间并不长是吗 对 我就记录我跟我爸爸之间的生活 上传到网上 因为我跟我爸爸的身高差异 然后很多人就会点评说 她是你亲闺女吗 或者这是你亲爸爸吗 然后我爸爸就是好像也察觉出了什么 他认为我长大了 就选择在一天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 还记得那天爸爸怎么说的吗 他就是想了很久 他有事跟我说 我就是大概能猜到是什么 但是的话他就是有两个小时都开不了口的 嘴巴一直在颤抖 他总认为这个很重要 但是的话我并不这样认为 犹豫了大概两小时左右他才开到狗 他说 白哥 其实我不是你的亲爸爸 他就这样说 他就是说 我没有经过你的允许 把你带到我的家里 没有给你好的生活 但是现在我把真相告诉你 你可以去寻找 我不会阻止你 但是在我这里 就是你永远都是我的女儿 她有这样跟我说的 我相信那一刻你所有过去对爸爸的那些 做过的不好的事情都一下子会涌上你的心头 你会觉得你为什么做了这么多伤害父亲的事 是的 爸爸跟我说我的身世之后呢 我就觉得他真的很不容易 还有邻居说过嘛 说反正是女儿 早晚是泼出去的水 就不如把她送人 我爸爸当时说了一句话 让我至今就是说刻骨铭心 他说 我就是砸锅卖铁 也要把这个闺女给我养大 就是这一句话 养我一个人已经够不容易了 而且他还承担了这么多 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努力 给他好一点的生活